请故事 很多人会问我说 你是不是有请摄影师 没有 我的摄影师就是脚架 好美的洋装 超漂亮的尾牙 一定要有它 当然平常约会的时候 也可以有它 一定的 然后它穿起来真的很轻松 如果有点冷又不会太冷 就一定要这样穿 调整发型 全部都是我一手包办 穿起这家品牌服饰 直播介绍穿搭 曾亚兰举手投足间 充满自信女人味 也吸引了一票铁粉追踪 任何在她身上出现的服装或配件 都能引起讨论 亚嫌说你 你刚刚的耳环 光往找不到 是吗 建成的水钻 这应该是韩国连线款 还有 有 韩国连线款 亚兰这个人他的美丽 是从以前的可爱天真 然后一路我看他这样长大长大 到成熟 到嫩媚 到温柔 到自信 他所散发出来 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 镜头前大方深圳老婆 老公侯昌明 语气中带着点骄傲 当年的她 可是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摊开相簿 学生时期的曾亚兰清秀甜美 追求者多到要拿号码牌 更曾有人在她生日的时候 捧着九十九朵玫瑰性殷勤 家里经营嫌素鸡摊的曾亚兰 更号称是第一代的嫌素鸡系师 那时候有兵营跟警察学校 所以我是收钱嘛 那我妈妈炸嫌素鸡 所以我包收钱 他们都会把那些情书 全部都夹在钞票里面 写对我的爱慕的话 然后呢 上面还会 因为怕我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还会附上一张大头照 我真的不骗你 我一个月可以收上百封 这个月的那个批的货多好多 真的假的 追加的没有问题 如果新款的 可能要看一下我们官网 现在有的量 不能太多 太多到时候会变库存 服饰品牌成立短短三年 规模从不到五坪的小房间 扩充成六十坪的工作室 侯昌宁仔细控制成本支出 吻曾亚兰 在那么多的追求者当中 为什么偏偏选了侯昌宁 他说不为别的 就因为侯昌宁很小气 是我在车上的 那因为我很喜欢吃葱花面包 然后呢 他就去银行办事情 然后突然的回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两个葱花面包 然后他就自己跟我说 你看 我很那个温柔体贴吧 两个葱花面包他觉得很浪漫 我心想说 你看多感人 他跟一般的男生很不一样 因为我交往过的男生 很多都是会说 我啊 你出去我请客 我买单 然后我怎么样 可是其实口袋是空的 他只做表面 可是昌明让我觉得 他很棒的是 他都直接说 他没有钱就是告诉你 我没有钱 我们可能要勾搭钱 勾搭之类的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这男生好坦白哦 所以我就觉得 他跟别人与众不同 就是一个小气吝啬的人 碰上了一个喜欢被受虐的人 对 对 勤俭持家一拍即合 宛如天生注定 现在一起开店做生意 夫妻俩也秉持着 精打细算的最高原则 从批货 整理 包装 寄送 统统自己来 可以啊 来 没事 你那个纸箱的 没有 大的先给我 来 好 好 这可以吗 没有 没有 不行了 好 你看 不行了 好 那你等一下去Seven 这样扛得动吗 可以啦 我最喜欢被压垮了 你最喜欢被压垮 对啊 被货压垮 嗯 我妈妈从小给我一个观念 我妈都跟我讲说 你宁愿嫁给一个 比较小气的人 也不愿 也不要嫁给一个那种 爱花钱 然后没有存款的人 对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 我们两个 我是真的很苦 然后真的 对 很没有钱 很穷 然后她愿意尾声 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们两个在 一起努力打拼 这么多年之后 那所有的成果 我觉得我愿意全部奉献给她 好 来 等一下 你先喝水 因为亚兰她的个性就标准很高 然后什么都亲力亲为 让自己健康亮很多红根 子宫肌瘤 对 盛结石 盛结石 还两颗 言谈中透露景疼 采访过程 侯昌明不时提醒曾亚兰 多喝水 就怕老婆又弄坏身体 而这一杯水 不只看出侯昌明的体贴 其实也是夫妻俩的婚姻经营之道 因为我平常心讲 我现在跟昌明 几乎都不吵架 以前呢 我们都很好面子 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是不会低头的 都是她低头 那结了婚之后呢 她不低头 我也不低头 两个人没办法 所以呢 她就发明了一杯水理论 她把一杯水放在你 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有发言权 所以你可以讲话 你可以抱怨 但对方不能插嘴 你就知道 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那你也不能辩驳 那水到你这边的时候 那你再来解释 两个人就不会吵起来 然后你也会发现原因所在 那我们就不会吵架了 这一件 来 袖子这边有线 请一下 这里 三年前 侯昌明主持的节目陆续结束 加上演艺圈大环境不景气 他手上的代言 从十个锐减为两个 于是侯昌明所幸把重心 转为替太太圆梦 先后经营的网络服饰 跟手工派的生意 卸下目前的明星光环 转而成为曾雅兰在创业路上 最坚强的幕后支柱 Reverse是我老公想的 他就说 他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这代表我重生了 让我 然后希望 所有跟我买衣服的客人 都会跟我一样 然后重生的感觉 让自己变漂亮 不再是黄脸婆 雅兰从以前一个羞涩 然后一个没有自信的女生 其实他代表了很大的一个族群 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结了婚之后 好像都没有自己 对 一切都是只是为了家庭 为了老公小孩跟公婆 我说很可惜 那我觉得就是Reverse 是一个逆转 逆转式 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由 这个衣服的传递 这是我们的精神 对 所有的女生呢 不管何时何地 到了什么阶段 都要活出自己 从全职主妇到大嫂团通告咖 再变身副业女王 老公一路相挺 加上自己的坚强韧性 让曾雅兰重新翻转人生